最近网络上盛传巴基斯坦将要购买一批歼10C战机 甚至连巴基斯坦军方也暗示正有此事 那么这笔大单最终能成吗? 各位老铁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迷彩虎 我是虎哥 最近网络上有不少老铁们都在传 我国歼10C战机将迎来第一笔订单 而这一批歼10C的买家 就是我们隔壁的老铁巴基斯坦 原本还有不少人都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事 毕竟巴基斯坦前有美军F16战机作为主力之一 后面还有中国为其研制的骁龙Block 3轻型战机即将服役 似乎对于歼10C战机并没有什么需求才对 然而时间没过多久 巴基斯坦军方的官方账号上就发布了一条内容 配图就是我国的歼10C战机 同时还配有文字 敬请期待 这也不由得让大家浮想连篇 难道说巴基斯坦真的要购买歼10C战机了吗 在谈论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先来盘点一下 目前巴基斯坦空军的现有机型 巴基斯坦现在空军的主力机型有两种 一种就是购买自美国的F16系列战机 具体数量有多种说法 不过大致上是由40架很老的F16A、B 18架F16C、D、Block 52 和原封存的28架A、B、Block 15 以及13架F16A、B、Block 15、AD、F 总共大约70多架 其次就是骁龙 其中50架Block 1、62架Block 2、12架双座 另有14架Block 2和50架Block 3已经订购 从技术和性能上来说 骁龙头两个批次 大致上F16A、B、Block 15水平 而未来下一代的骁龙Block 3升级了 有原相控制雷达和大量电子设备之后 在态势感知、电子对抗能力上 甚至大大超过F16C、D、Block 152 唯一的缺点就是块头太小了 在作战航程和武器挂载上要差一些 总体上讲 巴基斯坦对于骁龙战机比较满意 不过因为从定位上讲 巴基斯坦对骁龙的要求 就是国土防空 要面对印度目前的阵风战斗机 还是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至于F16就不用指望了 F16战机在使用上 受到美国的限制太过严重 印度声称击落本国米格21 比斯的就是巴基斯坦空军F16 当时的巴基斯坦空军 就赶紧站出来否认 最终甚至还牵扯出了美国 造成了不小的风波 根据协议 巴基斯坦只能在本国国内 使用F16战机 因此假如说 未来需要对抗 印度空军阵风战斗机 同样指望不上 而巴基斯坦空军 还存在大量的幻影三 歼七等战斗机 基本上就是凑数的 也就是说 目前的巴基斯坦空军 没有一款机型 能够真正对抗 印度阵风战机 因此从需求上讲 巴铁确实是需要 歼10C战机 而巴基斯坦空军 也的确是垂涎 歼10战机已久 在联合演习中 就对其赞不绝口 在起飞重量级上 歼10与F16相当 巴基斯坦已经有 几十年的运作经验 实际上 巴基斯坦空军 运作中型战斗机的经验 比中国空军还多得多 直到如今 歼10战机已经改进到C型 相比于A型改进了DSI进气道 更换了有源向控阵雷达 尽管更大尺寸的机头雷达 让歼10C的最大飞行速度 减少到了1.8马赫 但是实际上这一型号 如今最主要的职能 已经是多用图化 而不是重点强调制空能力 面对印度购买的阵风战机 我国的歼10C战机 在性能上也一点不触 尽管歼10C战机在起飞重量 最大挂载上面都是稍次于阵风 但是要知道 法国卖给印度的阵风战机 也不是什么原装正版 而是简配之后的猴板 将原本的有源向控阵雷达 换成了无源向控阵雷达 这态势感知能力就差了很多 整体来讲 歼10C战机甚至还能稍稍压过阵风一头 对于巴基斯坦来说 确实是当前最合适的一款战机 而巴基斯坦如此中意歼10C的另一个原因 也是因为这款战机 是我国的自用型号 外贸的版本 仅仅只是在后面加了个E 以作区分 这也是这几年 我国外贸装备的一个趋势 在此之前 我国的外贸装备 往往只是独立型号 本国军队并不装备 尽管这些外贸武器性能很好 但是仍然让不少买家内心比较疑虑 而最近这些年 我国相继推出了歼10CE 直10E等外贸装备 都是我国自用的型号 着实让不少买家颇为心动 言归正传 假如说巴基斯坦真正购买 30架左右的歼10C战机 就将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 有效压制印度空军的最顶端战斗机 这对于巴基斯坦空军 是很有吸引力的 歼10C军售 符合巴基斯坦的短期和长期需求 符合中国的军售哲学 有利于中国创造走出国门 所以说搞不好这笔大单还真的能成 唯一需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巴基斯坦钱从哪里来 对于巴基斯坦的军售